如鴻大家看到我今天是來感恩的 我就是以前我剛剛沒有自我介紹 是因為我知道等一下我現在會分享九分鐘 那如鴻剛剛所說的我寫了一本書 那我現在要說的是為什麼會走到今天這部田地 就是為什麼會今天在這邊然後再寫書 其實我一年前來參加焦點的時候 也是跟肉財跟阿鳳他們才剛認識 那個時候我是做政策研究的 那時候其實我過去幾年 一直到現在 那我都是非常希望能夠做一些事情 讓台灣的社會或台灣整個環境更好 那我今天就是可以在這邊多說一點 就是為什麼我後來有這麼奇怪的一個心願 就是其中當然很多很多原因 但是其中一個原因呢就是 我自己在高中的時候 在補習班有一個非常非常好的朋友 每次去補習班最快樂的就是跟他的朋友可以聊天 那 只有剛才說是女朋友 哪 Kas stadion 那些人的 gratitude就是這樣 我們告訴你 他就死了 他就死了 結果呢 重點是 他算死了 結果 重點是結果 就是在高三的時候 就某一天之後那女生 他沒有朋友 他沒有朋友 沒有就沒有來了 那當然就覺得很奇怪 結果為什麼沒有看到他 後來才知道是說 他家裡因為債務的關係 遇到很大的困難 所以要離開太北 那上大學以後 也因為他要做很多的家教和打工 就沒有辦法 就很難聯繫 那那個時候 我是一個功課很好的學生 然後考上很多人都想考學校 那這件事情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 那我一直會去想這件事 就是我 功課不錯 然後可以討好學校 那對於這樣的事情 我其實 好像完全沒有辦法做什麼事 那我自己是想 如果我 變成三至十歲 長大一點之後 我又能幫他做什麼嗎 就有這種事情 發生在我身上 或發生在我朋友身上 我能幫他們做什麼嗎 好像其實也不行 結果那時候就發現 其實不是個人的優秀 或不是個人的傑出 你就能怎麼樣 是要有一個很好的社會 很好的國家 或政府 或政策 來保護很多 容易 比較脆弱 比較容易 比較還沒有那麼多能力 和資源的人 那所以我呢 到高中雖然是二類 我後來 轉到商館 後來又轉到去研究政策 那後來發現教育這件事情 在所有政策當中 是我覺得最重要的 所以把這個當作 我最主要研究的內容 但是呢 我後來 我在研究所畢業之後 去政策領域工作了四年 那四年之後呢 因為我那時候工作的職缺 有點像是特助 所以我老闆離職了 然後我也離職了 那時候就靜下心來想說 然後如果要找下一份工作 要找什麼 那那個時候 就開始回想 我那個四年 在政策領域 知道的事情 的發現的事情 那那時候 我的感 我的心情是很灰暗的 因為我的 我的 我的 太灰暗了 可不可以不要冒了氣氛啊 好不容易 我們就要專心下來 我們加40秒 加40秒 我那個時候 在政策機構工作過 也在政府工作過 那那個時候 感覺到的事情 是很多人 他們有權利的人 或者他們想要有權利的人 其實他們不那麼關心 我們做的公共政策 研究的內容 那第二是 現在大部分能夠得到權利的人 其實他們要嘛是二代 或者是他們自己很有錢 那不是這樣的身分的人 其實在台灣 要從政治上取得一些 發揮的空間 其實很難 那第三是 政治或政策領域 去參與這些領域的人 其實那個 他們的心態和素質 真的都很 很讓人覺得很恐怖 那我自己 後來其實 對於我自己 能不能在這個領域 有所發揮 有所影響 我後來是覺得很不樂觀 其中一個 一個小故事 是我跟一個很有 一個很前輩的參與政治的人 談過話 那他就是跟我說 他和他的一些同事們 他們的原則是 爭一時不爭千秋 那我那時候沒有跟他翻臉 那我後來越想越神奇 就是連你這麼有影響力 和有能夠影響事情的人 連你都只爭一時不爭千秋 那別人怎麼辦 那那些真的沒有資源 沒有影響力怎麼辦 那我後來 我離開工作的時候 我就想 就在想說 我在這樣的領域裡面 我能做什麼 所以那個時候 有點像是被膝下斷牙的感覺 就是我 我雖然我的 依照我自己的理想 或依照我自己 對這個社會的善念 我要往這個方向走 但是我不知道 我前面要怎麼走 可以真的做一些事 那 不知道是 算是 印象會說 也是那時候 不然一想天 看看怎麼樣 就是那時候想說 我 已經有對教育 有很多的想法了 那 我也算是一個 能夠寫作的人 而且 我也相信 現在很多台灣 很多人 對於這個領域 這個問題 是有想法 是有好奇 會想要多知道一些 他們的困難度 會解答 那我可不可以用寫書的方式 那我那時候心裡的OS就是 如果都被膝下斷牙的人 那是不是個人試著被被看好 結果呢 對 也有 不要這樣說 就是 眼眶寒淚 一個很好 感情好的朋友 眼眶寒淚 下巴站頭的跟我說 你要做這種事 不是應該要等你功成名就 五六十歲 退休了以後再來做嗎 真的是這個表情 對 那 算是運氣好 就是 也是 焦點和焦點認識的朋友們 很多人在幫我的忙 所以能夠寫一本 多見教育部長 在五月的時候出版 然後 語言長壽 先生和住民先生幫我推薦 那主要的探討內容 就是在這邊所寫的 如果現在 我們 了解到我們的學習 或我們的教育 並不是你讀到越高的學歷越好 不是你得到 進入什麼熱門科系 熱門瑜就一定有保障 那我們要怎麼樣 看待我們的學習 我們要怎麼樣看待我們的選擇 要怎麼做準備 那我到目前為止還算很幸運 就是有蠻多很正面的回想 還有能夠去很多地方分享 那我現在也覺得說 這件事情好像可以做下去 那好像還有更多的議題 可以繼續探討 然後可以幫助我需要的人 比如說我現在下一本書要寫的是 就是大學和專業 那我要探討這可能是主要三個問題 就是為什麼探討專業這件事 是在大學很重要的一個事情之一 那科系又和我們探討專業和累積專業的能力 有什麼關係 哪些科系可能比較有關係 哪些科系比較沒有關係 那讀到好像跟專業沒有對接的領域的 那些科系又怎麼辦之類的問題 怎麼樣運用校內和科系內的資源 內外的資源 去累積我們對專業的了解 和一些基本的能力 那我之後也會寫 關於高中跟技術教育的探討和書 那如果剛剛聽我分享的各位 如果對我在做的事情覺得也不錯 或是也願意幫忙的話 歡迎你介紹我的書給你們的朋友 你們的親戚 就是讀從國中到高中到大學 都可能是適合看的 那如果有一些演講的機會 我現在都會去 那如果我接下來也有一些研究的計畫 也歡迎大家 那就是那本 謝謝 如果你們願意有一些心力可以參加的話 也歡迎來跟我談 所以謝謝焦點 也謝謝大家今天來講 謝謝 有阿封